Hello 大家好 繼續親一滴微影 現在回到雷道館的市鎮 上次最後就捉了我的小火馬 我捉了很多隻 看性格 看特性之類 性格和個體值 終於找到這隻OK勁了 現在呢 這隻馬已經47了 我捉了一整個小時的努力值 你看看努力值 現在是6255密工和249速度 因為有點計算錯誤 努力值分配就比較奇怪 正常新版的話 努力值的封頂是2552 但6寶4還沒改是255的封頂 所以我計算錯了 現在給大家看看個體值 個體值就是20血30密工 密防23速度28 我覺得OK的 這隻已經算是最厲害的一隻 我試過有一隻是靈敏 靈弓都有的 然後我們就去到雪山的位置 真的很多 下雪的位置就再回來了 我回到你有這個下雪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繼續劇情 然後一路踩過去左邊 就去到這個流星的洞穴 好 小心 這個 好像是紅藍寶石的冠軍 不可以來 應該在這裡 大縣可以來得及 欸? 什麼? 我不還要聽著一個小孩 前面有這個犯罪組織的行動 今天這個地方不是小孩 所以就馬上走了 時間不多了 我要盡快趕過去 再會 有感覺我立刻想進去看 好 防兵小經 偉順者 我也想不到我從一開始 這個小方法15升到40幾 143才練完 好像45 沒有43那麼少 為什麼還是撞到這些人 撞到估軍應該不是我們的範圍 誰啊? 雖然沒有勇氣面對估軍 但是絕對可以擋住這些小孩 OK 好了 這次的台詞有點不同 比上次 讓大家看看技能 現在就是淺踏 飛跳火焰青 以及這招的消化衝鋒 這招是黑白鮮有的技能 用完之後就會加上自己的速度 一級 是挺有用的 不過攻擊就50 不算太高 低低的 好 好 很需要的感覺 好 OK 所以不斷地打 打了 一隻加一 應該就打了400多隻 說得很快 現在事情都搞定了 還在等什麼 快點回去吧 這個語氣 最麻煩死了 老實走就行 不行 搞定你了 春放大眼睛看清楚是誰 對了 剛剛 他都不知道我叫什麼 那個冠軍 因為我都沒有說到自己叫什麼 我這個是幹部 大偶福 踩 百變怪 踩死你 哼 真是囂張 好 似乎做完事 要玩你們自己繼續玩 我懶得理你們 哇 猴子 猴子應該打得 猴子是高 因為進化體 所以經驗值會高一點 好 似乎去到火道館之前都應該秒住 其實這個煉焰馬 我本身打算 攻擊和特攻都用 因為 我現在那隊最慘就是沒有特攻守 所以 就需要一隻特攻守 可能此地卡布羅會做特攻守 這隻的小火馬 都是做物攻守 好 即是前人的家夥 如果說 之前的計劃是因為 不要再失敗了 今次是被你追蹤而發現 明明已經隱藏了 減少了人數 隱密行動 不過是現任冠軍 米可利先生 不過先說 這幾塊碎片 始終是我們的狼中之物 早點放棄這些愚蠢的行動 對你我也有好處 希望我們會再見到冠軍 走得真快 火子冰屯組織 萬代你很執著那個碎片 如水般清澈的 暫藍碎片 散發出的光芒 不知道會照亮什麼的味道 好 冠軍 咦 你不是剛才那個小孩 竟然走進來 反正花去 這裡不應該是你來的 這個是 我原來是你 就是大誤所講的人 也是的 好了 我們就把這個碎片交給你 一定的保護好 似乎有著不同生命的特徵 尋世方面 說不定 火箭中心的人會知道什麼 即是火箭兵團 好 我們再會了 似乎有個平靜沉穩的感覺 真是不可思議 咦 來了來了 嘩 真是大氣 害怕 現在人格代碼技術 明明都未夠成熟 但目前完全未知所謂的幕下黑手 居然可以在人格代碼再入這個代碼 真是非常之厲害 總而而知 目前整個火箭兵團的組織都是由人格代碼構成 應該這樣不會有錯 考慮一下如何制令對策 雖然冠軍記憶中 所有人都已經在追蹤火箭兵團 但他們無法直接消除這些人格代碼 即使是他們本人也是一樣的 如果想要應對這些人格代碼 唯一的方法就是 可不可以同樣在引導程序加入這個人格代碼 的確是這樣 現在有沒有比較原始的人格代碼 有的 就是說再插入一些訓練師出來 原先他的劇情就是 呃...什麼 呃... 呃... 我說昏迷了 然後他就要靠這個什麼機器 記憶引導 就換成出來 但火箭兵團就是一個人格代碼 就是被哪個幕下黑手插入 然後這個劇情開始改變 正常來說應該是 按照著普通的劇情去訓練 然後打完四大隊 做冠軍之類 那現在就因為 陷入了這個... 未知代碼 是不是人格代碼 糟了 人格代碼 所以那個劇情又不同了 那個劇情是這麼說的 好 OK 這裡也沒有東西看了 直接走過去吧 好 這裡... 其實可以不用打 吃完飯之後我需要一點鍛鍊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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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阿馬威 喔...48你了 OK 好 OK 喔...是你啊 不好意思太亂了 全身冠絕而救呢 幫我保守秘密厭帶公仔 被厭帶公仔 好 如果你要點火的話 你要確保你身上... 有火... 有水 剛才 OK 幫我滅火 唉...又要打雙拿 尼奧路 隨便吧 這隻尼奧路 好 好 不過很煩 也算是行星 漂亮 幫我打死他吧 麻煩你了 算得我自己打死他 OK 免他分佈我的經驗值 好 反正我一個都打贏 這些... 火技 這裡踩 OK 搞定 殺人會搖住你的 這個可以不用打 OK 那你有流星瀑布呢 應該就有一條迷你龍在這裡 但是呢 就不是這個位置 要去走到最深淫的地方 才會有... 迷你龍的存在 所以是要游泳才可以... 游泳和沖瀑布 不知道瀑布是否需要 但游泳一定要搖 這位置... 不知道你是哪位 火艦隊 水艦隊都加入了 大堆灰也太麻煩了 不要緊 我們走了 拜拜 好 現在就要... 啊 現在要去火山那裡 來到火山 現在就上去 好 以後就要打這個... 熔岩團 OK 那我不打雙打 所以... 要逐個逐個按 要 可以找到這個隕石的能量 用這個機器放大能量 火山運動馬上會加劇 OK 好好好 哪位啊 就是你搞我的計劃 24 看來還是沒有改 哎呀沒有技能 不要緊 火機 噴火... 可以飛跳 搞定 49 加4速度 167速度 這招... 這招技要 其實 雖然減自己的血量 但是... 相對換回來的 是比較高的威力 高的攻擊力 我們不要火焰車 不要火焰車 不要火焰車 多謝了 後會有期 隕石碎片尺 做得很好 變為... 大悟 想不到兩個組織都會使用隕石來實現自己的野心 幸好你及時趕到你 在這把碎片交給我 好了 交給大家 真的太感謝了 這個白痴真的太感謝了 上次懶得陪你玩 我拉姆達願意 壓你多少次都不是問題 多謝再見白痴 不過看來任務完成得很順利 不用說三個碎片搞定 你那邊就最後一塊 好自然 否則自然都不會來到這裡 既然碎片已經拿到手了 讓我檢驗一下一下也無妨 檢驗一下 隨便你 絕對沒有錯 好啊 這些是負責價值的碎片 我也說 真的抵消了你 千言一直把你的變裝術 作為這個雕蟲小技 現在看來的確不簡單 現在才發現 不過呢 變裝這種程度 在我幻影之力的面前 依然不值一提 你哪位 變裝術先生 你是向著哪裡說話 我在你背部 這個壞人什麼時候 不管了 妥想 毒氣箱 祖拉克 不要亂動 把你所知的全部說出來 很大德職 如果我不想 煙霧 我何時驅散 被他逃脫了 算了 反正把最重要情報自己說出來 回來 這個角色這麼有型 我還沒見過 你剛剛在這裡聽 剛剛那個最重要訊息就是 碎片還差最後一塊 現在看來還沒下落不明 總之交給你 低了 我知道很危險 但這些碎片 唯一全部的地方 就是你那裡 好好把它收好 如果不想一直躺下去的話 名字 對了 我也忘記了 我叫父老馬 以後都會再見 多加小心 不想一直碎下去 這個似乎是人格代碼 你設立那個不是對應你自己的人格代碼 我是個好朋友 其實我自己不視乎這個戰鬥 所以我覺得他的人格代碼應該會更加適合 的確 似乎是一個很有腎力的訓練師 應該不用擔心 對了 第一來 導入的時候 已經把當前的訊息都導入了 我用了這個陷入代碼的方法 好像武漢黑手先生都用到這一招 但武漢黑手陷入的代碼應該不是訊息那一類吧 似乎沒有什麼藉入訊息 那些火箭兵團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格代碼 應該就不是直接受獲黑手的指使行動 說多半在這個記憶引導程序 藏了一個核心代碼之類的存在 這個可能性很大 既然是火箭兵團的人格代碼 核心代碼很有可能是之前阿波羅提到的版木 就被父老馬都瞄準這個核心代碼去行動 我肯定無法剷除的原因 就是這個陷入了什麼在這個核心代碼上 既然只是測最後一塊 估計很有可能親自出手 看看之後在這裡賭一賭 即是他的幕後黑手就會親自出來拿他的碎片 但我還是不太了解他的劇情是怎樣的 好,虎厭鮮餅 這個解以上效果其實蠻好用的 可以買多一點,200元其實不算貴 比起那些萬能量好像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買多一點,8塊 一次過買10塊,我們有錢人 好,伊特山的KQ山道 好,沒有技能 不要緊,用火技都可以打贏 用level壓改也可以 好 好 嘩,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 那你什麼事? 好 嗯,火技吧,招勇 OK 那要等他開門 OK 然後直接打火系 應該沒有什麼難度 因為我和火系 而且不僅只有火系技 有招普通技,還有一招非人技 所以希望夠打 不知道夠不夠打 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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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 好 這裡 這裡 對了 對了 好像這個 好 搞定 對了 馬上到我了 因為經常玩,所以很記得 好 阿沙 嘩 24 看來他沒有遇到 有些玩家可以這麼瘋 第三個導管已經練到力靜 看來他沒有可能輕鬆過關 好 踩死他 嘩 岩崩 他那隻 踩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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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嘴爆龍 那隻 飛跳 踩死你 好 49 好 拿回徽章 OK 很久沒見了 好 高高護眼斬 可以去沙漠 以後我們去挑戰你爸爸 就是 要他拿衝浪技 那如果拿衝浪技 我們就可以去捉這隻的大蝶牌 好 好 來到產法師 我們就可以打普通是導管的老豆 好 力量牌 OK 隨便吧 沒有什麼所謂 應該都很簡單的過渡 那如果不要太用得多的招技 浪費太多的PV 我們可以轉其他技用 但是打不死他居然可以 OK 咦 打了冠軍 打了大哥 你拿了第四個徽章 就像我打完你一樣 我就跟你打 戰鬥就是戰鬥 你都要做全力 不要用你照 加加速度 嘩不要 最怕他的麻痺就麻痺 請駕王 請駕王就好 飛跳 OK 然後這一回合他就會 偷懶 睡覺 然後會睡兩回合 OK 趁著這個空檔打死他 可以 踩他 然後這一回合他就醒 飛跳 撞他 搞定 吉利彈 好 吉利彈就是突防高但脈防低到痴媽 對 所以一下子正常都可以打死 然後再弄 這招吧 搞定 原本就是打算最後才用的招技 因為 太糟糕了 太痛了 那招反傷實在 如果打高血的話 一開始用的話就會很不利 OK 現在有了這個衝浪就可以去游泳了 有游泳 但我們要找一隻會游泳的精靈 好 找了一隻會游泳 就讀金魚 然後我們有了水技 我們會去捉大鉗蟹 捉大鉗蟹 他就說在廢氣船的水面 我不知道怎樣水面 這裡 廢氣船在這裡 氣船 OK 他就在氣船的船面 我想應該是裡面 哇 有兩個埋伏在這裡 哇 這個船應該要參觀一下 踩 雲海馬 OK 嘩 被人發現了 蛇蚊蚊 光電視 只是不斷打這隻的退化 來練這個努力席 OK 有一條 好 海炮球 浩力 空敵 想吐 但是船還沒開 是不是這裡 水面 好 試試在這裡 應該是這裡 好 有了大鉗蟹 但是是女生來 隨便吧 不可以 打死他 上火的會不會痛呢 又來一隻大鉗蟹 十九呢 大鉗蟹 啊 一下死 還要會心一擊 剛剛我看到 好 26呢 大鉗蟹一定不死 好 OK了 嘩 用泥技 精靈球 好 有大鉗蟹 看看 我們看 加蜜蟹 不錯 蜜蟹 不會下降 一來抓 near我 強火說 不太差了 但是以前也會幫 hep 衝浪 或者 Δ 給發生 潛水球 咦 OK им 又要打雙打 踩死他 已經52了 11 割撞 元氣弱片 封敵 又是雙打 這兩隻都是加速度 那時候我也是打這兩隻來加速度 一隻就加1的速度 努力值 船長在這裡 倉庫的鎖匙 順便加這個任務 倉庫鎖匙 誰是倉庫 噴射火焰 好像是普通東西 那就可以出去了 然後我們就要去到雷道館旁邊的小徑 來到這個地方 就給一個鯉魚王的墳田家見到 不過他不是用鯉魚王 是用其他 用水墨和鯉牙魚 誒 好想見過了 大五 好 繼續上去 飛吧我的精靈 這裡就可以拿飛天 大王演戰都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可能是因為我 我要把學習裝置給大拳牌 學習裝置 我想應該不會幫他練這個努力值 暫時一隻練好就可以了 其他就不要弄了 否則我會練到咬血 好 我記得之後會有一個地方可以專練努力值 好 好像是反轉世界 好 一隻就好像升三努力值 就不像我之前那樣玩 用了整個鐘來 不斷打一的努力值 不斷打不斷打 打了400隻精靈才練好 OK 那 毒過鯉魚就可以扔掉它了 好 好 踩它 好 哎呀這裡 不想打雙打 又不想跟他們打 所以我們走 走遠一點點 好 看不到 這傢伙也看不到 好 好 放下毒過鯉魚 你有路就暫時需要 因為需要破碎石的技能 好 看看 咦 大劍蟹也有淺踏這招 鋼合 金合爪 鋼合 可以打這個 兵蟹和岩石 對了 看看 荷木光線 特殊技 但是特殊技真的是 看看 特攻22 好 那不要想了 將招衝浪給 泡沫哥斯 之後遲些會扔掉 泥巴射擊 OK 看看大哥 尼亞魚 大狼犬 好 收一下這個 有不同的形態 這個泡沫 好 神秘水敵 OK 之後就要打敬敵 對了 打敬敵 好 抓了整個 整個 二十多厘的差距 好 二十八大鉗牌 達摩摩摩其實挺厲害的 速度 好厲害 這麼快進化呢 好不要緊 進化了 這個蛋摩畫畫 進化了就會變成 什麼 不斗翁 火紅不斗翁 好像叫做 還是 忘了 是挺厲害的 攻擊 速度 都厲害 然後他另一個特性 可以轉換形態 就是變成火超人力 那個也是夢特性 如果沒有記錯 OK 來了 好久沒見 給你看看 好 就是這隻的變色龍 踩著變色龍 燈文觀察鏡 喔 非人是導管 來到管主前面 飛人是導管 來 先加速度 鯉魚龍 普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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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龍武 好 七隻鳥的 普通技 嘩 用神鳥 龍武 科技 再來一次 啊 踩 三十幾 鐵甲 鐵甲 其實最怕是 因為我這個是 火物理攻擊的精靈 我自己是玩物攻 所以我打 鋼鳥 巨鹽螳 或者草鋼 都比較麻煩 草鋼就是我現在 綠色的蟹仔 那隻蟹 極高防 用火攻擊技 打他都不一樣 嘩 你有沒有兇一點 我差點被他撞死 好 40 40 的招式機 然後去到原野區 就抓到 應該抓到兩隻 原野區 我記得是有火爆喉 和伊貝